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一期款的新比阿迪 比阿迪送 钥匙全丢 使用MAX 做全丢的匹配 我们现在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上车 我们先按下启动按钮 这是没有发现钥匙 车辆无法启动 好 我们现在开始采集 我们采集的时候我们将这智能卡那一 就是仔细把它电路板取出来 这样采集的时候比较方便 这是已经生成好的 咱们从现在开始计时看看多久 能够把车辆启动着 我们现在按一下按键 这灯开始闪烁 大家看好 这灯开始闪烁 好的 我们现在按两下启动按钮 看一下 这个灯熄灭了 熄灭之后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数据采集 按右键 呼唤出来 芯片拷贝 好 找到最下面的 芯片拷贝 这是四六在线计算 点击开始 找着比亚迪全丢 好 我们现在开始采集数据 选择第一种 选择第一种 第一种 幸好不容易受干扰 好 我们点 需要八组数据 好 采集完之后将 电路板放入咱们的MAX中 开始进行在线计算 这是新款比亚迪 我们上回测试的是10年的 这是1718款的 好 现在计算完成 我们现在写入 好 数据现在写入成功 我们尝试看看能不能启动 车辆 好 以表正常点亮 我们现在就可以启动车了 这个比亚迪全丢就是在一两分钟之内 就是结束战斗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快捷